第211集 出了酒店,陈芸汐一脸尴尬道 其实,其实也可以吃一顿的 方平撇嘴道 哎,算了,还没挣钱就花钱,不符合我们的初衷 真要挣了大钱,吃一顿就吃一顿了 现在老老实实,回去啃干粮 一边往回走着,方平一边打量着四周 时不时看到小队军人在街道上巡防 就在这时候,距离他们不远的北门忽然洞开 很害,方平众人就听到有人议论道 那是姚承军 是的,回来就回来,真是不小 路边闲逛的几人也很年轻,应该来自于武大 至于是魔武的还是其他武大的,方平几人也看不出来 方平几人也没当回事,正要离开 北门那边忽然传来一阵呼喝 万圣,万圣 争气有力的呐喊声,来自于城头布防的战士和武者 很快,北门那边的消息如旋风一般传来 姚独统此次外出,斩敌无数,击杀武品强者一人,四品强者五人 击上了天门城一支赤喉小队 姚独统最近出了几次任务,都有斩获 年轻一代第一人,果然命不虚传 有人不服道 那是我武大几位武品强者毕业了,去了地方 你也说了,毕业了,那就不算武大的人了 何况,姚承军刚进入四品巅峰,四品镜 武大这边无人能敌吧 哼,金武的李寒松,南武的王金阳,魔武的陈文龙 华国武大的刘世杰,没一个人比他弱 旁边的方平好像想起了什么 侧头看向其他人道 姚承军?当初我们进特训班的时候 夏三品榜单,他排名第一是吗? 当初为了准备交流赛,他们参加了特训班 学校给他们发了一份榜单排名表 方平记得,当时王金阳排名27位 而姚承军好像就是当时的夏三品第一人 那是整个华国的夏三品排行榜 其他人也有所耳闻 魔武的陈文龙当时排名16位 比王金阳还要高一些 京武的李寒松排名好像比陈文龙更高 那份榜单看的时候开学不久 现在过去也有小一年时间了 当时那些人都是三品巅峰舞者 而且还是三品巅峰中极强的一群人 王金阳,刀条北地 也才排名27位 可见榜单含金量十足 现在听众人的意思 姚承军已经迈入四品巅峰了 这个速度,可是极快的 骨髓玉智化的王金阳 好像也才迈入四品高段 还未必进入了高段 那个李寒松 之前倒是听新武基金那位江总说过 四品高段舞者 赵磊微微点头道 是他 没想到他在军部担任都统了 我认识他 你认识啊 打过交道 是我的高中学长 比我高两级 我高一 他高三 当时就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 我入校的时候 他已经成了舞者 高考的时候 应该达到了一品中段 甚至高段 不过听说 他没去武大 而是去了军校 军校 方平愣了一下 这个他有点概念 但是知道的不多 想了想才到 听说军部 自己在内部选拔年轻人 和军队的年轻战士 进入军校培养 这是真的 赵磊诧异道 不应该吗 军部这么多舞者 总有些出类拔萃的 当做将官来培养 进入军校 也理所应当 军部的军校不多 也不对外招生 好像只有三所军校 姚金城的父亲 是军部的一位将军 也是六品武者 所以他进入军校 也不奇怪 那顾雄怎么没进军校 赵磊淡淡道 个人有个人的选择 没必要非要进军校吧 何况建了军校 也就意味着 毕业后 要进入军部服役 有些人不喜欢被约束 这么说 姚金城现在是 三大军校的第一人了 不知道 四品榜单最近一直没发 我们也没看到 赵磊摇摇头 这些榜单 目前还未被正式公开 如今被公开的 只有部分宗师的宗师榜 和五大学生的 下三品榜单 方平没再问 转头看了一眼北门那边 此刻 北门那边 一位穿着迷彩服的军人 手持长枪 阔步前行 身后还有几位军人 手中都提着包裹 身上血迹斑斑 隔着老远都能看见 军校的对我 方平嘀咕了一声 接着故弄道 都是都统啊 军部的都统 相当于地方上的提督 当初张定南就允诺 方平毕业后回到南疆 给他一个都统的位置 按照赵磊的说法 姚承军只比他们高两级 不知道军校是几年至 可大概还没到毕业的时候 现在就是都统 毕业后呢 四品巅峰 方平呢喃一声 进步很快呀 这才没多久吧 这还是第一次发现 有人比老王还要快 当初他们都在三品榜单 实力应该都处于三品巅峰 不过老王比姚承军低一级 弱一点 也能勉强接受 对于姚承军 方平也没多想 没去为官 在地窟 四五品强者也不是太值钱 这边不少强者都处于六品镜 听说宗师都有好几位 平时不露面而已 回到小区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回来了 说是小区 其实在方平看来 还不如一些公司的宿舍 这里是大通铺 十人一房间 回来 方平众人才知道 小区有食堂 免费供应吃的 方平他们刚准备去 正在看地图的余向华就到 别去了 吃点饼干捏捏肚子算了 食堂那边的吃血 半生不熟的 吃得难受 这么抠 有的吃就不错了 余向华摇头道 云不吃得更差 不是不想给他们吃好吃的 是地窟做饭真的不容易 那怎么不从地面 做好了运进来 方平微微有些诧异 废话 人太多了 全程六七万人 难道都指望 从地面运送过来 而且地窟通道 也不是敞开的 军部这边 一般很少动用通道 来来往往的人多了 容易出麻烦 军部有军部的私量 通道虽然可以开启 可来往的人太多 谁知道会不会出现麻烦 几万人的吃食 也不是小数目 一直从上面运送 每天都要好几趟 人手还不能太少 方平虽然无法理解 不过也放弃了去食堂吃饭的心思 等到了晚上 地窟天黑了 白天 天空中那个硕大的太阳 好像忽然就不见了 地窟的夜 却真的漆黑一片 没有灯光 没有火烛 希望城不是全黑一片 在北门 有亮光 那是军部采用了能源石 配合镜面 用微弱的能量消耗 维持亮度 城内 一些门店也采用了这种方案 之前倒是有人 采用了荧光粉之类的东西 想要替代能源石成为光源 结果这些东西 到了地窟 失去了光照辐射来源 很快就会失效 效果不如能源石 代价反而不算小 房间内漆黑一片 方平几个男生一间房 黑夜中 方平微微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有些无奈到 这大晚上的 要是在外面 岂不是完全分不清东西南北 习惯了就好 你们说 这漆黑的摸去女生那边 他们认得出来是谁吗 你可以试试 四品舞者几乎都可以夜睡 不怕死 你就去 一姐撩阴腿 废了 别说我们没提醒你啊 不习惯啊 方平感慨一声 地窟啥都没有 在地面上 平时闲暇之余 还能上上网 看看手机 有时候看看电视 在这儿 大晚上的 那真的无事可干 唉 只能修炼了 晚上也不太适合修炼战法 方平开始战功脆体 从三品高段到巅峰 其实就是一个脆炼肉体的过程 方平想好了 先脆炼身体 到了三品巅峰 要是气血 还没能突破一千卡 他就强行加上去 身体足够强大的话 加上去 应该也不会出现太大的麻烦 而就在众人开始修炼的时候 北边忽然传来一阵响动 嫡妻 中品巫者北门击合 凝敌 四品以下 全部留在屋内 不许擅自出门 一声抱贺 传遍小城 方平众人一惊 急忙收工 有人想要出去 于向华顿时贺之道 不能出去 也许 我们出去看不清敌我 只能添乱 也容易被误杀 这时候 强者们已经禁止 下三品舞者出门 被误杀了 都没地方说理 北边暴响声不断 方平众人心急如焚 此刻大家都不敢出门 也不知道情况如何 只能干着急 守在屋子里等待 这种煎熬感 还不如让他们上阵杀敌 奇迹的敌人强嘛 有没有高品强者出手 许将军他们 可以应对吧 唐老师他们应该去支援了吧 众人只能通过说话 不断转移思绪 直到好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 轰鸣声才小了下来 解除戒备 敌人一退 夜间勿要擅自外出 有强者再次大喝 众人心里一松 总算退去了 强者声音一落 方平就急忙开门冲了出去 这里不是高楼大厦 门外便是一个小广场 此刻 不少房间里都有人冲出 不过下三品舞者 除非到了三品高段 身体淬炼一变 要不然出来了也是睁眼瞎 方平好一点 可以看清一些事物 一开始 方平朝北门那边看 结果没看出什么 等到抬头扫了一眼 方平忽然愣了一下 空中有人 夜色下 人影很模糊 可方平确定头顶有人 能量粒子的波动 玉空 方平呢喃一声 是修炼玉空部的中品舞者 不 很高 起码在空中五十米以上 这不是中品舞者可以做到的 是高品强者 方平 看到了什么 身后扶长顶着急地询问 睁眼瞎的滋味真的不好受 就在他询问的时候 前方有人弹跳而来 之所以这么形容 在于对方速度极快 身影一闪而逝 下一刻就出现在十米开外的地界 很快对方落地 都回屋 唐风的声音传来 呵斥道 晚上不要轻易外出 老师 敌人被杀了吗 没有 退走了 随着唐风话音落下 又有人影闪烁而来 其他人看不到 方平微微看到一切 忽然惊讶道 郑老师 无品的郑龙枪 亮呛着落地 笑道 回屋吧 老师 你 方平看到对方胸口 有道清晰的血痕 衣物早已破烂不堪 看到这一幕 方平忽然道 其他三位老师呢 唐风淡淡道 无碍 受了点轻伤 去治疗了 他说的简单 方平确实没相信 郑龙将伤势都不清 可对方依旧过来了 其他三人 只是四品五者 恐怕伤势不清 都回屋去 一群睁眼瞎 大晚上都给人当靶子吗 早点修炼到中品经 唐风呵斥了一声 三品高端的方平 能看到前方十米 就算不错了 其他人 几乎都看不到 唯有中品五者 脆骨脆体 达到了一定的地步 修炼五脏六腑 耳聪目鸣 才具备真正的夜视能力 光听声音 看不到人 大家都不好受 只好纷纷回屋 方平没回去 等人都走了 好奇道 老师 战况怎么样 唐风闷哼一声 郑龙将轻叹道 死了一位中品 几位守门君主 中品 方平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这么一会儿功夫 居然就死了一位中品舞者 这在外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中品舞者 在外界 方平可真没听说 谁被人杀了的 除非那些邪教舞者 方平心情有些沉重起来 继续道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吗 正常 我们也做过突袭 唐风不以为意 淡淡道 在地窟 死亡是常态 这只是小规模的突袭 对方也死了人 我们没吃亏 对于这种突袭 也不是第一次了 这次对方袭来 损失比希望城要大 应该是闲散舞者 不是天门城的军队舞者 要不然 也不会突袭北门 那是我们防御最强的一门 唐风解释了一句 白白手道 回屋休息 明天外出 哦 那我回去了 方平也问不到 什么更多的 转头欲走 想了想 忽然道 空中的是宗师 诶 郑龙江奇怪地 看着方平道 你看到吗 大黑夜的 方平一个三品高段 居然可以看到人 啊 感受到了 很强大的能量粒子 在波动 想到方平之前 也感应到了通道的能量 郑龙江笑道 哼 有趣啊 你 精神力可以感知 这一事 在魔武知道的导师 也不是太多 唐风道是知道 清亨道 精神力虽然强一些 可武力低下 精神力等同于无 东师的事 不用你去造心 回去 方平撇嘴 大狮子 一点不知道 关心天才 不知道末期少年穷的道理啊 没再废话 方平又抬头看了一眼 这才回了屋 方平一走 郑龙江低声道 老刘他们三个 都受伤不清 接下来怎么办 没事 我们俩也行 可是 没有可是 现在 不可能再让学校 安排人过来 学校人手也紧张 郑龙江无奈 出师不力 刚进地窟第一天 遭遇突袭 三位四品舞者 都受了不清的伤 他自己 也被人砍了一刀 不过不算太严重 他和唐风两个人 学历虽然比其他人强 可看护百味学生 真的利有不贷 别人家 我跟他们来说 都受不了了 都受不了了 有不贷